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死我了 大师兄这么良心 早搬那么重的东西 手手要断掉了 休息一下好了 上次小铃姐姐有教我做大象 来练习一下 怎么会 好好玩哦 小铃姐姐大怪兽出现了 嘴巾了 你说谁怪兽啊 怎么地上都是垃圾啊 才不是垃圾呢 是雾光号飞机 雾光号 什么跟什么啊 小铃姐姐别动 蛤 是美国队长 好帅哦 好想要哦 钢铁人 我要我要我要 蛤 蛤 小铃姐姐怎么办啊 我超级超级想要这个钢铁人 哎 哎 又来了 你又起物欲了啦 我看 嗯 可惜 可惜这个美国队长也好帅哦 你看你看 嗯 嗯 七百八 不便宜啊 啊 啊 哦 师父 你要吓死人啊 乌瓜 没礼貌 你大师兄 不是叫你去帮忙整理库房吗 都整理完了 哼 师父你还说呢 大师兄叫我办这么重的东西 要压扁我了 想不搞怎么办啊 嘿嘿 那你就一直这样小小的也很可爱啊 嗯 说什么啊 好了 这箱确实蛮重的 待会儿我会跟你大师兄说 叫他下次不要叫你搬这么重的东西了 你们刚才在看什么 也让师父看看 嗯 少傅你看 这个钢铁人 然后这里有美国队长 好帅啊 嗯 你想要 嗯 两个都要 可以吗 嘿嘿嘿 哦 乌瓜 你好贪心啊 修行人 还那么多物欲 小莲 没关系 这阵子 乌瓜在寺里很听话 在学校考试也都有在进步 上次不是还考了个一百分吗 但是 悟光 你只能挑一个哦 哦 师父买给我吗 那我看看哦 钢铁人 七百八十块 美国队长 六百九十 嗯 嗯 那就钢铁人 嗯 等一下 啊 雷山索尔耶 嗯 那换成这个 雷山索尔好了 可是 索尔和美国队长 都是六百九耶 嗯 师父 哪一个好啊 乌瓜 你不是一开始就说 最喜欢钢铁人吗 怎么现在一个换过一个啊 这样不好耶 小脸姐姐 你在说什么 美国队长跟索尔 都是一样的钱钱呢 钢铁人 比他们都贵 这样师父 就不会花很多钱钱啊 哈哈哈 悟光问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这要怎么分辨呢 小脸又说 悟光喜欢的是一个换一个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啊 美国队长的故事吗 还是钢铁人的故事 哎哟 先听师父说嘛 有两个单身汉 离开了家里 打算到城里找一份工作 赚点钱 好奉扬家里的父母 两个人结伴同行 在半路上 发现一片茂密的黄麻林 看起来啊 是无人看管的土地哟 于是 这两个人就决定割麻拿去卖 途中又发现 路边有一大堆的贝壳和丝织品 其中一个人看了 决定丢弃背上的黄麻 改拿贝壳和丝织品 另外一人却不为所动 仍然背着黄麻 又走了一段路后 看见路边有一堆散落的银子 那个背贝壳和丝织品的人 就丢弃了原先的东西 盖背银子了 哦 怎么可以在路上捡到那么多东西啊 我每天下午在院子里 总挨走去 为什么都捡不到钱钱呢 哦 雾光偷懒自己说出来了 哎呀 嘿嘿嘿 没关系 只要功课 出坡等劳力活做完 是可以休息的 嗯 谁要放另外一个人 一定也拿了银子了吧 是钱钱呢 没有 那个人啊 还是背着他的黄麻 一个银子也没拿 两个人就这样又走了一段路 这次看到路上有一大堆金块 哇 这一次 背银子的人先开口说话了 他对那个背黄麻的人说 老兄 你看地上这些金块 我看这条路 人烟稀少 也不会有什么人经过了 我看 你就丢掉那些黄麻 拿些金块回家 这样 你家里的困难不就解决了吗 那个背麻的人这样回答 我辛辛苦苦地背着麻 走了这么长的路 可不想轻易放弃它 如果你想要那些金块 你也可以拿走 我不在乎 听完这些话 背银子的人 觉得这个同伴呢 实在是愚蠢 伸手想要拿掉对方背上的麻 没想到对方 却把麻看成什么宝贝一样 紧紧地拴在身上 怎么也拿不下来 而且 这个背麻的人还说 我绑得很紧 你拿不下来的 背银子的人觉得 对方实在不讲理 就把自己身上背的银子放下 捡起地上的金块回家了 回到家里后 他的父母 看儿子拿了那么多金块回来 开心地说 你真聪明 赚了这么多金子 以后我们家有福可享了 反而另外一边 背麻的人回到了家 他 他的父母 见儿子拿了一堆不值钱的黄麻回来 非常生气地责问 你这个傻瓜 拿了这些没用的生麻回来 是想做什么 你以为他能当饭吃吗 能养活一家大小吗 傻子啊 师父 这个故事听起来 呃 怎么怪怪的啊 但是 我又不知道怪在哪里 小莲真的非常棒呢 这个故事 确实是有两件 看来都不是好习惯的事 先来说从头到尾都背麻的人吧 虽然说 对一件事从一而终是好 可是今天他的目的是要赚取财富 一路上有很多让他致富的选择 可是他却始终执着要那一捆麻 平白损失了大好机会 对对 就是这样 好像是 那个人笨笨的 不要银子也不要金子 最后被爸爸妈妈骂了吧 悟光先别急着骂别人笨 再来看看最后背金块回家的那个人 虽然他一路上丢掉不好的 捡了好的东西 最后长工得到了财富 但是他看到好的就一直坏 这样的做法也不能真的说有多好啊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他如果不选择更好更值钱的东西 那他就失去了出门赚取财富的原始意义了 那你们说说 到底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呢 哇 真的耶 不能说背马者的执着是好 但也不能夸奖他一直背马是好 剪金块的人一个换过一个 说他这样不对 但如果没有这么做 就没办法得到财富了 师父常说 任何事都有一体两面 在这个故事里啊 两个人的家里都很穷 为了要养活一家人 才会出外赚钱 见金块的人 一路上看什么要什么 见一丝迁当然不好 但他是为了要赚取财富 而背马的人 一味的执着于自己的固执 这样不但不能养活全家 反而会因为不知便通被人耻笑 外出的目的是赚取财富 但只是守护着这堆柴 而不取更有价值的东西 那此次外出就没有了原本的意义 那悟光 你决定好有哪一个了吗 嗯 我再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晚点再跟您说 好 师父来帮你搬这箱子吧 哈哈 师父好棒啊 嗯 但是你要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 哦 那不是垃圾啊 是悟光好飞机 无关啊 小红红 小红红 我跟你说 今天去上学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弟弟被他的妈妈骂 而且啊 他还被他的妈妈打屁屁 小弟弟哭得好大声哦 他的妈妈好凶哦 他还跟小弟弟说 你这个没出鞋的东西 跟你的爸爸一样趁早去使一使 乌光 嗯 乌光 哦 哦 原来你在这里啊 诶 你在干嘛 嗯 小人姐姐 我在跟小红红说话 哈 乌光 你跟小红红说了什么啊 我跟小红红说 我上学的时候看到有个妈妈在骂小弟弟 而且骂了好凶好凶哦 妈妈骂小弟弟没有出息 而且还叫小弟弟去死翘翘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不管哪个人的妈妈都会有生气的时候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至于会不会在别人面前去骂小孩 就要看妈妈的修养程度了 嗯 小人姐姐 什么叫做修养啊 诶 所谓修养呢 是指个人的品德性格 品德性格好的人 说话做事都会比较得体 相对的呢 如果品德不好 性格恶劣的人 则会显现出不好的言行举止啊 乌光 佛堂都打扫好了嘛 师父 佛堂打扫好了 诶 在大老远就看到你们一直在聊天 你们在聊什么呀 师父 我们在聊乌光上学的时候啊 看到一位妈妈很凶的骂她的小孩 而且还打了那小孩诶 嗯 对呀 那个妈妈好凶好凶哦 还好我不是她的小孩 不然我就惨了 嗯 对了师父 我有问题想问您啊 小脸 你就说吧 嗯 我听乌光说啊 那个妈妈一直骂她的小孩没有出席 这样会不会影响小孩的人格啊 嗯 这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这在小孩子的幼小心灵会产生阴影 等到小孩子长大之后 她的个性也会受到影响 嗯 师父师父 什么叫做出席啊 嗯 跟出席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谓出席 指的是个人的前途 成就 骂一个人没有出席 就表示她的价值低落 没有什么价值 至于出山 在台湾地方民俗来说 是属于出席 也就是说人往生之后 所举办的冰丧仪式 武光啊 这两者的意义不同 我这样说明 你应该懂了吧 嗯 谢谢师父 我懂了 刚刚谈到出席 就让我联想到一则有趣的故事 我想将它分享出来 让你们有所启发 耶 好棒棒啊 师父要说故事啊 传说老子骑青牛过韩谷府衙 为府尹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史 一个年纪超过百岁 合法童年的老翁 朝朝摇摇到府衙找他 老子在府衙前遇见老翁 老翁对老子行了礼说 听说先生博学多才 老翁愿向您讨教个明白 啊 老翁看来很期待跟老子请教事情 希望他能够解决疑惑啊 嗯 是啊 后来啊 老翁得意的对老子说 我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 说实在话 我从年少时一直到现在 都是游手好闲的轻松度日 与我同年龄的人 都纷纷做骨 他们开啃白亩卧田 却没有一席之地 见了四舍乌雨 却落身于荒郊野外的孤坟 而我呢 虽然一生不耕种不劳动 却还吃着乌骨 虽然没有搬装弄瓦 但却还是居住在遮风挡雨的房舍中 先生 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嘲笑他们 忙忙碌碌 劳作一生 只是给自己换了一个早逝呢 啊 看来这个老翁 对于自己可以长寿 又可以吃得好住得好 感到很满意呢 嗯 这个老翁的确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 他想借此表示 他过得比那些往生的人还好 后来老子听了之后 唯唯一笑 吩咐浮影说 请找一块砖头和一块石头来 后来仆人拿过来了 老子将砖头和石头放在老翁面前说 如果只能选择其一 请问您是要砖头还是要石头呢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砖头哦 因为砖头可以盖房子 师傅 我的想法也跟乌光一样哦 砖头的用处比较大 我也会选择砖头呢 嗯 是啊 一般人都会选择砖头 对于石头是不屑也固 这个老翁得意的将砖头取来 放在自己的面前 并对老子说 我当然会选择砖头 老子抚摸着胡须 笑着问老翁 为什么呢 老翁指着石头说 这石头没有棱也没有脚 去它何用呢 而砖头却用得着啊 老子又转身向围观的众人问 大家要石头还是要砖头 众人都纷纷说要砖头 而不取石头 老子又回过头来问老翁 是石头寿命长呢 还是砖头寿命长 哇 这个问题问得好耶 如果是我 我还要思考很久呢 嗯 这样的问题 有的人或许花很久的时间回答 可是对于这个聪明的老翁而言 他当然是一下子就回答出来了 老翁对老子说 当然是石头的寿命长 老子听了老翁的话后 于是开怀大笑地对老翁说 石头寿命长 人们却不选择它 砖头寿命短 人们却选择它 不过是有用还没用罢了 天地万物都是如此 寿命虽短 对于人和天有益的东西 天和人都会选择它 相反的 寿命虽然长 对于人和天都没有用处的东西 天和人都会抛弃它呀 老翁听了之后 顿然觉悟 顿然觉悟 故事听完后 我觉得故事里的老翁 其想法很自大 而且也没有深思熟虑 一个人的价值越高 相对着他的寿命一定会缩减 所以东西不见的寿命越长越好 要有益于大众才是最重要的 嗯小莲说的对 就一般人来说 自身价值被他人利用 看起来似乎是亏欠了自己 但是反过来想想 在人才激烈竞争的职场中 若一个人对公司而言没有价值 又怎么会受到重视呢 嗯师父师父 我还想再听一个故事 拜托你再说一个故事 哈哈哈哈 既然悟光想听故事 那我就再说一个故事吧 曾经有一个电台主持人 她的名字叫沙莉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遭遇了十八次辞退 她的主持风格 被人贬得一文不值 最早的时候 她想到美国大陆无线电台工作 但是电台负责人认为 她是一个女性 恐怕不能吸引听众 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 后来她来到波多黎各 希望自己能有好的工作运 但是她不懂西班牙语 为了熟练语言 她花了三年时间去学西班牙语 哇 沙莉是一个用心的人 相信她的工作一定会顺利的 嗯 是啊 可是呢 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 她在波多黎各的工作 并没有受到长官的重视 后来她又在几年内 不停地寻找工作 不停地被人辞退 有一次 她向一位国家广播公司的员工 推销她的清谈节目策略计划 得到对方的肯定 然而不幸的是 那个人后来离开了广播公司 她再向另一位职员推销她的策划 这位职员对此不感兴趣 啊 沙莉的运气似乎不太好欸 觉得她的计划好的人 竟然也离开公司了 看来这对沙莉来说 算是一场艰难的奋斗 啊 对啊 沙莉运气很差欸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哭哭啊 哎呦 雾光啊 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哭 事情不是哭就能解决的 于是 在沙莉不断努力之下 终于有人肯用她的计划 不过对方要她开的是政论节目 沙莉对政治一窍不通 但为了生活 她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她充分利用时间 见缝插针地恶补各种政治知识 在1982年的夏天 她谈话性质的政论节目开播了 出人意料的是 她娴熟的主持技巧 和平易近人的风格 吸引着许多听众打进电话 讨论国家政治问题 她几乎是一夜成名 她的节目成为全美国受欢迎的政论节目 哦 听完故事后 我觉得沙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她虽然常常受到对方的拒绝 常常不停地被人辞退工作 可是她也是不放弃自己 并且充实自己缺乏的能力 最后呢才能在媒体夜发光发热 嗯 没错 不管任何人都不要轻易放弃自己 而且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这样一来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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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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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